夜深了还是加紧脚步要尽速抢修用灌浆的方式 止住连续避漏水点填补台北市新一区这个大填坑 13号晚上11点终于告个段落总算是填品完成 从当天下午3点多发生坍塌 并在两小时后通报疏散5户10人 历经8小时不救现在已经用三角锥围起来 周边进行管制不在灌浆等水泥干 要再从其他部分继续着手 可以看到其实从一早开始 这个多辆的洒水车以及吊车就进驻这个工地来大量的洒水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回填这个地下水 达到这个水压平衡来稳固这个基底 其实灌浆填坪后地地就趋于稳定 截至上午11点左右回填地下水已经达到往下5.3米位置 不过这过程中有居民担心地下室有裂缝将不断灌水 会不会又再次塌险 还有我们现在还在持续灌水 就是要把它我们刚讲的土水压的这个平衡 把它打到一个平衡 就是回到它常识的水位状况 那时候就没有所谓的这种土砂会再流进来了 大家平衡就是稳定了 营造商也已经申请倾斜鉴定 结构技师工会说基本上若结果没有问题 内部结构安全就是OK的 天空后上民宅也不用担心 虽然修缠进度都在轨道上 不过居民担心的就是未来的居住品质 因为这里还算是新一区黄金地段 距离台北101车程只有5分钟 房价不便宜 如果被鉴定成围楼 房价势必叠叠叠 大致上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尤其是地基掏空房屋旁有地下室的透天错 未来也还要做检查 都发局评估希望一到两周内可以完成工程 让住屋回家 但后续跟建商的协商还有得头痛 体育别新闻综合报道 T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